嗨,大家好,我是這次的讀解歌詞 主題是日本文化節慶介紹5月跟6月 5月6月有什麼活動? 5月的話有端午節 6月的話可能就是常常下雨 所以跟梅雨有關 那等一下我們先聽看看文章的內容 然後補充關聯的單字 了解裡面的語法 然後當然了解日本的文化 那講義PDF檔我放在說明欄 大家可以自己練音出來 那大家看完覺得不錯有學到 請按讚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好,那我們開始上課 好,這個檔案也是5月跟6月 日本5月6月有什麼活動呢? 我們就是一樣先聽看看文章 就是聽看看 5月に入ると まず大型連休 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があります 例年であれば 日本は国内外へ旅行に行ったりする人が多いのですが 今年はコロナの影響のため 自宅でのんびり過ごす人が多いと思われます また5月5日は単語の節句です これは中国から伝わったもので 男の子がいる家庭では コイのぼりやカブトを飾って 男の子の無病息災を祈願する日となっています 5月と6月の大きなイベントはもう一つあります 母の日と父の日です 母の日は5月の第2週目の日曜日で 父の日は6月の第2週目の日曜日です 母の日にはカーネーションなどのお花を送る人が多いです 父の日にはお酒などを送る人が多いです 6月に入ると次第に雨の日が多くなり 日本全国で梅雨が始まります 雨ばかりで少し嫌な気分になりますが 紫陽花が綺麗な季節でもあります 如何呢? 有聽な懂嗎? 大概有了解就好了 那我們就是先看一下 關聯的單字 日本的5月6月呢 的確活動比較少 但是還是有 那看第一個 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 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 這是黃金週 那5月的第1週呢 有很多國定假日 然後大概有5點左右的連假 然後呢 有一些人就在跟公司請假 然後做更長的連假 然後去國外旅行 或者跟家人去國內旅行等等 那今年的話 因為就是コロナ 武漢肺炎 就是疫情的關係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在家 就是好好休息之類的 這樣沒辦法再忍耐一下 那接著看一下 タンゴノセッグ 好 タンゴノセッグ 好 這個是端午節 這個是從中國過來的 好 那タンゴノセッグ 就是男孩子的 就是節日嘛 就是3月有那個女兒節 好 那5月的話 就是男孩子的 就是タンゴノセッグ 好 那這一點 主要做什麼 好 就是佈置一下 那個 コイノボリ コイノボリ 鯉魚棋 如果5月左右 就是來過日本的 可能有看過 就是傳統的 就是一棟的房子 然後屋頂上面 就有一個很大的 鯉魚的那個棋子 那個是 就是端午節的 一個 就是 就是佈置 コイノボリ 好 那還有 佈置一下 カブト カブト 就是那種 鎧甲 就是武士帶著那個 那個也是佈置一下 好 然後主要是 祈酒 就是男孩子的 無病無息 就是無病無災 這種日子 好 那我也是 國小的時候 嗯 因為 コイノボリ 就是很大的 就是很貴 所以就 可能就在超市 買比較便宜的 然後在家裡 稍微佈置一下 然後就是 請住而已 嗯 啊 對 這個是 端午節一個活動 好 接著 5月之標 5月之標 好 5月病是什麼 好 這個是 但是有一點是 心理上的疾病 就是有 憂鬱症的感覺 好 那為什麼叫 5月病 好 因為日本是 呃 4月開學嘛 嗯 然後4月開學 然後就乾淨一個 新的環境 然後到5月的時候 比較容易 得憂鬱 所以叫5月病 好 那三班族也是一樣 就是 呃 有一些人就是 4月就是進公司 然後 5月的一開始是有連假嘛 嗯 然後就出去玩 然後 那個連假結束之後 就大家都不想上班嘛 然後就會比較容易得那一種 憂鬱症 好 這個叫 5月病 嗯 這還蠻特別 好 那接著 好 這個是美語 嗯 日本台灣都有 好 那日本 基本上全國都有 但是北海道是 很少聽到有美語這個東西 嗯 所以可能 從沖繩 然後慢慢 上 那個美語的線 會慢慢 往北上 但是 很少到北海道那邊 嗯 所以可能 不喜歡下雨的 那一天就 就那個時候就去北海道 也是應該 嗯 也不錯 那美語季節 的確就是很煩 但是 有一種花 很漂亮 アジサイ アジサイ 就是繡酒花 很漂亮的季節 所以 如果喜歡看花的 就可以去植物園 看那個アジサイ 好 OK 接著 還有 母の日 父の日 5月6月 母の日 跟父の日 母の日 母の日 的話 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 這個跟台灣應該差不多一樣吧 嗯 但是父親節是不一樣 父親節台灣是八月八號嘛 那日本的話 六月的第二個星期日 好 那送的東西是什麼呢 母親節 母親節 母親節的話通常就是什麼 看來西啊 嗯 花類的比較多 那 如果自己是 國小生 國小生的時候 就是自己做什麼 螺肩版券啊 或者幫忙券 然後就送給媽 嗯 有這種回憶 那 父親節的話 如果爸爸愛喝酒的話 送啤酒啊 嗯 還有快到夏天的話 就是買一下那種 嗯 夏天裝的浴衣啊 就是男生裝的浴衣 嗯 也是一個父親節的禮物 嗯 這也是一個活動 OK嗎 好 好 那接著看一下文章的解說 好 那接著看一下文章的解說 好 一個一個看 5月に入るとまず 好 到這邊 到了5月呢 首先 好 接著 大型連休 Golden Week があります 嗯 有大型廉價 就是環金週 嗯 OK 國内外へ旅行に行ったりする人が多いのですが 好 到這邊 例ね 就是通常年的話呢 就去國內外旅行的人 很多 但是 接著 今年はコロナの影響のため 自宅でのんびり過ごす人が多いと思われます 好 今年呢 因為 就是疫情的影響 嗯 就是在家 好好 休息的人 很多 好 那這邊的思われます 是 用被動 他的意思是 有一點是猜 我猜是這樣 那種意思 好 接著 また 5月5日は 探語のセックです 還有 5月5日是 端午節 再跟中國一樣 これは 中国から 伝わったもの なので 這個是 從中國 傳過來的東西 接著 男の子がいる家庭では 如果有男孩子的家庭的話 鯉のぼり 就是 鯉のぼり 鯉のぼり 鯉鯉 を飾って 男の子の無病息災を祈願する日となっています 就是 不治一下那些 然後 祈求 男孩子的無病無災 這種日子 OK 5月と6月の大きなイベントは もう一つあります 5月跟6月 還有一個很大的活動 什麼呢 母の日と父の日です 母親節跟父親節 母親節是5月的第二週的星期日 父の日は6月の第二週目の日曜日です 父親節是6月第二週的星期日 OK 母親節にはカーネーションなどのお花を送る人が 多いです 母親節的話 就是像 看ないし 等 這種花 送花的人 還蠻多 接著 父の日には お酒などを送る人が 多いです 父親節的話 就是 酒類的 就是送酒啊那些的人 很多 接著 6月に入ると 時代に雨の日が多くなり 就是 到了6月 就會慢慢的 就是雨天 越來越多 就是雨天 越來越多 然後 日本全国で 梅雨が始まります 日本全国開始 梅雨季節 接著 雨ばかりで 少し 嫌な気分になりますが 就是 因為 整天一直在下雨 然後 覺得 有一點很煩的那種心情 就是煩膩的那種心情 但是 あじさいが 綺麗な季節でも あります 但是 那個 小酒花 很漂亮的季節 如何呢 有聽得懂嗎 那大家的話 就是 有了解這個背景 然後就是 觀念當時也是有了解的話 就是在聽的時候 真的容易比較聽得懂 所以就是 重複 就是聽 然後就習慣之後 可以的話就跟著念 可能就更好 好 那如果 父親節母親節 想不到要送什麼 去百貨公司 一定會有 父親節 商品 就有很多 所以可以灌一下 也是不錯 好 那如果 喜歡看花的 可以去 植物園 看小酒花 也是很漂亮 好 那5月跟6月 就到這邊 接著看一下 7月跟8月 好 如何呢 有寫到了嗎 那大家裡面的文章呢 盡量多聽看看 這樣就是比較容易吸收裡面的 語法還有單字等等 那也可以自己寫作看看 好 那大家覺得 這支的影片有學到 就請幫我按讚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好 那這堂課到這邊 拜拜